洛杉矶时间2018年12月2日,由联合慈善基金会、帕萨迪纳城市学院家长教师学生协会和帕萨迪纳城市学院联合主办的Children's Holiday Program孩童假期计划在帕萨迪纳城市学院艺术中心成功举行,来自深盖博谷和洛杉矶地区不同院校的4-10岁孩童欢聚一堂,共同庆祝即将到来的圣诞节。 本次活动旨在为清贫家庭的孩子创造一个愉快、舒适、友好的假日体验,留下难忘的精彩瞬间。 主办方为孩子们设计了脸部彩绘、贴纸、制作圣诞帽、装饰节日礼品等活动环节,同时也向大家提供了营养丰富的节日大餐。 伴随着优美动听的歌声,主办方为小朋友们精心组织的视听盛演拉开大幕。 随后,联合慈善基金会主席梅国章、Children's Holiday Program主席Vivian Chen等嘉宾分别上台讲话。 首先向各支持单位及志愿者们表示感谢,并向大家传递出美好的节日祝福。 因为我们联合慈善基金会自从2004年成立以来,我们每年都有Holly Day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访问那个孤儿院啊,送礼物啊。 那今年我想说我们想直接跟小朋友接触,然后跟他们共度一个愉快的圣诞节。 我希望是越来越大可以扩大到需要的家庭。 我想最主要的目的是把爱传出去吧,因为我们今天的孩子都是比较有困境的孩子,清寒的孩子。 在我们来讲呢,我觉得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带来的angel,那angel就应该有一个很快乐的假期。 12月15号,有一个传承都可以看得到的musical是关于信诞节的。 我相信孩子今年有很特别很特别的回忆。 来自Let's Go Family Panto Production的演员们,用一出有趣的童话剧和现场的每一位小朋友们互动着。 场面热烈温馨。 我们的节目是要带来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是要带来的朋友们,带来的孩子们和亲爱的朋友们, 带来的节目是要带来的节目。 节日的主人公圣诞老人也如约来到现场和大家共襄盛举 小朋友们开心地和圣诞老人合影留面 并获得主办方提供的精致礼物 多年来联合慈善基金会和巴萨丁纳城市学院家长教师学生协会 一直积极参与捐助洛杉矶各种社区活动及义务服务 为构建和谐社区不以引力 魅力中国记者现场报道